很多宝妈一提到维生素B,AD,鱼甘油就头疼,不知道该给宝宝选哪一个才好,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 1.维生素B,AD,鱼甘油的区别 1.维生素B,维生素D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,类固醇的衍生物,也被称为抗沟楼病维生素或阳光维生素,主要活性成分是维生素第二和维生素第三。 3.能增强小肠粘膜的食物中钙,铃的吸收,促进和维持血浆中适宜的钙铃浓度,促进肾小管对钙铃虫吸收,并且促使血液中的钙向骨骼转移与沉积,以利骨骼增张和变粗,能够预防小儿勾楼病和小儿抽搐。 2.鱼肝油。鱼肝油是无毒含鱼肝脏中提取的一种脂肪油,在零度左右脱去部分固体脂肪,用精炼食用植物油,维生素A和维生素B调节浓度。 2.再加适量的稳定剂,其主要成分为维生素A、D。属于药物,其中的维生素A能够维护上皮组织细胞的健康,对小儿呼吸道黏膜和小肠黏膜有保护作用,并能维持婴幼儿骨骼的正常生长发育,增强免疫力。 3.维生素AD。维生素AD的剂是人工合成的,是维生素A和维生素D的合剂。 4.主要成分也是维生素A和B,属于药物,和鱼干有所含物质基本相同。 2.宝宝为什么补充维生素D?因为母乳中维生素D的含量较低,不能更满足宝宝对维生素D的需求,而它对盖的吸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3.如果缺乏,容易造成宝宝身体缺感,出现神经兴奋性增高,爱哭闹躲动,不爱睡觉,枕突等表现,使宝宝发生勾楼病和抽搐的风险增加。 3.因此宝宝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D。 3.维生素D补充的时间。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,宝宝一般出生两周后,就可以开始补充维生素D了。 早产儿及出生在北方含冷冬春季的婴儿,每天需要补充的量为600-800国际单位。 中国儿科学会建议宝宝补充维生素D的时间至少到两岁。 4.如何选择呢? 对于不满六个月春母乳未养的宝宝,只要如母饮食均衡,尝试富含维生素A或维生素A原的食物。 如动物肝脏、蛋黄、纯牛奶、胡萝卜、西兰花、南瓜等。 母乳里的维生素A完全可以满足宝宝的需要,一般不需要额外补充。 建议给宝宝只补充维生素D即可。 对于天甲腐蚀后的宝宝,只要摄入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,饮食均衡,是不会缺乏维生素A的。 因此对于这样的宝宝,也建议补充维生素D就可以了。 如果再补充鱼干油或维生素AD,容易造成维生素A摄入过量。 对于维生素A摄入不足的宝宝,建议服用鱼干油或维生素AD,在补充维生素D的同时补充维生素A,对海鲜果米的宝宝,建议选择维生素AD。 各位宝妈,你是否也纠结过,怎么给宝宝补充维生素B呢?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